全國通貨膨脹飆升至9.1%,破40年紀錄 聯邦勞工部週三公布最新數據 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比1年前上升9.1% 漲幅創40年來的新高 是自從1981年11月以來最高的通脹率 漲價物品範圍廣泛 從租金、新舊汽車到汽車保險、醫療護理等 6月份上漲最顯著的類別是汽油和食物 汽油一年來相漲近6成 與5月相比也增加了11.2% 食品的價格就較12個月前高了10.4% 而6月份也較5月份高了1% 剔裁能源和食物價格的核心通脹率 6月份的年度增長為5.9% 加價較5月份稍慢 而按月份來計算 6月份消費者物價較上一個月增加了1.3% 高於1月份的1% 6月份牙醫服務的價格也較上個月增加了1.9% 是歷來最大的漲幅 機票和酒店的價格在6月份則有下降 屬於少有的跌價類別 而有專家認為通脹會在7月份降溫 因為預計汽油的價格將會下降 而6月中每加卵的汽油平均超過5元 而今個星期二回落到平均4.66元 價格的上漲導致消費者信心大跌 根據6月份的APNORC的民意調查 四成美國人認為通脹是政府今年的首要議題 而較去年12月的14%告出了很多 聯邦儲備局暗示 可能在月底的會議加息3.4% 希望阻止通脹繼續惡化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